7. 字幕製作人 第二天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鋪鐵小邊 那在昨天我們把這個 韓版的這個最新資訊 翻譯完之後呢 其實喔還不只這樣喔 這邊也在跟大家預告一下 待會我們會提到 兩個新的系統那這個新的系統呢 會在這個2月的時候 陸續來推出 那韓版這邊還沒有給個明確的時間表 但是某種程度來看的話 它有點類似把日版的系統拿出來用 來 我們來看一下官方最新釋出的這個影片吧 好 那首先來的第一個就是雅丁大陸的地圖 那它這邊因為重新調整過一些地界的就是傲慢之堂 所以呢 它這個整個世界觀算是有點開始改變了 那這個某種程度上算是一個因應人比較少的 人家比較少的這個情況 現在傲慢之堂已經變成世界地界了 同一組伺服器裡面的你都可以去參加 那未來的這個雪蒙呢 你會有更多的這種舒服的機會 就是打下的機會 然後再來第二個這個就是所謂的守護者的系統 那你用這個守護石就可以去解鎖這整個29的這個能力 那這個有點類似文樣 那再來這個呢 它就是成長系統 它好像是把武器你打的越多武器越強它就會越來越強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日版的這個怪物圖鑑功能 那在日版的話它可以拿到更多的這個經驗值 下一個的話呢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合成保底系統 那目前合成保底系統呢 包括紅墊跟紫墊然後紅瓦跟紫瓦都可以用 那再來這個是88級以上玩家可以使用的一些功能 它可以有更多的這個buff可以用 然後在最近也推出了TJ優惠券 以及包括第35天新的簽到35天的時候 會有這個新的這個TJ優惠券讓玩家去使用 那麼這個的話呢上面這些功心有一些在目前的韓版裡面是還沒有看到的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成長系統 還有怪物的圖鑑系統 那以後可能會翻成叫怪物書吧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怪物的圖鑑 那這日版的部分呢 它這個怪物圖鑑其實是讓你打特定的怪物到一定的數量的時候呢 它就會給你獎勵 那獎勵的話可能是葉子 有可能是經驗值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這個道具 龍舟戰鬥拳之類的這個 那韓版跟日版勢必是不一樣 因為日版還多了一個荔枝的筆記 那韓版的話 它就看著要放什麼道具進來啦 那麼這些系統都會在二月陸續推出 那相信這些系統推出之後呢 這遊戲的豐富度也越來越多啦 好啦 那這個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想要收到最新的韓版消息 別忘了按讚訂閱跟分享 這樣我的小片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